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集我们会说如何在多个一个人之下都收到大家的声音 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身边有阿波 音乐創作人,也是收音的专家 我们之前说过很多硬件,理论 其实其中一个问题,最多网友就问我们 如何可以在同一时间用你的无线麦 收多一个人的声音 譬如我们现在两个人做节目 或者有三个四个 那我们怎么做呢? 因为无线麦是一对一的,只有一个麦带着 怎么办呢?阿波有没有方法解救我们? 咦,我想问你 好了,大家研究一下 现在我们正在做这件事 我们这一部,其实就是很旧的 如果叫做H6N 我那部叫H6N 应该很多年 是很轻松的 这一部是一部的充電器 是 它本身可以插四个麦 嗯 它顶部的头部,理论上可以更换 那部头部可以更换2个麦 这个头部可以更换2个麦 是的 两频道,一个 那这一支 Portable Recorder 的好处 其实就是某程度 我觉得以前拍器 不是有一个做Audio 接着背着有个Mixer 没错,很辛苦 现在这部就等于那个Mixer 某程度上 这一部Recorder 里面有一个可以控制Mixing的位置 是的 当然你不能看Mix太细节 因为它的控制都麻烦地按到那个位置 是的 但是如果直接当这部Recorder 做一个Interface 或者是Mixer 接着在里面Mix完之后 就把你需要的东西 例如是一部单饭 或者是iPhone 理论上 已经可以将整件事Mix好 它本身有一个Line out 就是直接用一条线 输出进入你的相机 或者你的iPhone 就完成了 那就是电脑后期都不用升 现在的东西不是就是不想做后期吗 是的 其实有很多 你们做网台的朋友 其实这个 我自己做这个Mix 其中一个都是想解决大家的痛点 问题 就是很惨不引导 四个Speaker都各自各精彩 但是声音就听不到 那就变成了 可能一个很大声 接着有两个就 他挂了Mixer 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声 没有听到Mixer 我们做的时候 是的 或者可能录音的声音 第二都不知道飞到哪 那 盛言 因为做网台 有些是每晚做的 还有真的 为了兴趣 我们也为了兴趣 因为我以前也是做了Podcast 其实很认真做的时候 是一张桌子设定了咪 是的 是的 那我们还要求那些咪 不要漏声 因为漏声在旁边的频道 我们是后期再剪 所以每一次就浪费很长时间 只是做Audio 那后来我们发现 喂 设定了咪 虽然是比较专业 但是嘉宾或者你的主持 很不自由 就是很局促 明白 所以如果用无线咪做节目 我觉得好处 真的带好之后 你就四个围腾 你就吃薯片 你摆在沙发里面 你摆在沙发里面 当然如果你要拍你的视频 可能是摆在沙发里面 那会有什么样子 那就第二次了 但是起码的声音本身 你可以很自由地移 不会说 我怕可以按到这线 之前很流行的 说说一下 喂喂 Tiger 买咪一点 很麻烦 就是 会这样 因为很多时候 不懂得做节目的人 你设定了咪 他说话 其实就是这样说 说一下 买咪一点 对咪一点 其实是多了一个很麻烦的 还有可能有时候 没有同事在屏幕的声音 对 一不买咪 你又没了那些声音 就很麻烦 就是现在说免费 所以无线咪 就让大家免费 没错 所以又要买这个 HTiger 无线咪 没办法 就要买 够什么 又要买 但是其实有数可以计 所谓我们说 坊间 Sony Sony 一组 四五千 六千 一组 四组多少钱 2万 但是我们说七百元 四组多少钱 都不用三千元 所以少数化 怕长计 如果是我们假设有四个人 那怎么计算呢 其实应该是 看看你部录音器有多少个洞 如果这部有四个洞 就全部放进去 就将每一个接收 接收 接收 它的外出 就跟进去旁边 但是又涉及到一些 线材的问题 我们现在这些叫三点五 封 jack mini 封 jack 通常这些 所谓Pro 都要转回头 是 但是这些都是简单 其实通常 如果你拍到的话 这个头 我不知道它的正名 是Hardware 可以插XR 又可以插 phone jack 所以基本上 你将mini phone jack 再插多一个转插 变成大phone jack 就已经进入了 这部机器 我们会出一张照片给大家 但是 大家如果还有问题 当然可以问我们 但是 不如我们 搞个course 或者seminar 那么紧要 那不紧要 就是 问一下 如果大家有兴趣 在下面留名 我们是Facebook专业 那两三个很难搞 起码都十一二十个 除了可以亲身试到 那些产品 就说很厉害 无线麦 就是我你说的 你来试一下 感受一下 不方便的 你无论有单反应也好 你是什么人也好 接入电话都可以用 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 帮我们做很多测试 有些很好笑 隔着玻璃 搭电梯上落 很厉害 很厉害 我看过你那条 是在猜馆外面走一百 走一百五十分 对 那个OK 因为冒着生命危险 你在猜馆外面 很危险 很危险 除了那天会试到器材之后 我也要请马波来 一起和大家交流多些 因为现在看YouTube影片 真的惨不引导 我觉得很可惜 大家有很好的内容 很花心思 但是因为声音做得不好 差一点 是的 我经常都跟同事说 你不要以为这些东西没人看 你放了上YouTube走一辈子 一辈子 就是被人看了 是的 我想这件事 少少的金钱 和你们的心机 性价比很高 这个有人问我 为何搞这个麦 我上次都分享过 因为我们教班 拍片 以前我 这些同学都说 很贵的 没有线麦 四五千元 我叫他们买些有线麦 那个很好笑 我做瑜伽导师 那条线 想着我怎么说话 可能是瑜伽导师 或者是一个 我做装修 我做室内设计 那条线 扭着我 为何走去介绍一间屋 原来其实无线麦 都是自由 超方便 真的超方便 而且 始终 事情好像比较专业 所以 如果大家想 体验多一点 以及想在声音里提升 我想现在已经不只是照片 以及文字的世界上 都是影片为主 但是 你觉得现在 我们香港的影片 的声音 是否可以提升好些呢 很专业的blogger 即是YouTuber 是可以的 但是 不专业的 都很多 因为其实我 觉得市面上去掌握收音技术 即是你有单法 有iPhone 有Android 然后头部是很复杂的 头部有Mini Phone Jack 又有Phone Jack 又不知有多少间 各样都类似 所以很多时候 你买对了 真的不同 Lightning 线和USB线 你头部不合就插不到 是 你明明细细 你头部买对了 插了 没声 接着又出电 那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是一些 我觉得挺复杂 而且你发觉 市面上 如果你搜索YouTube 去教你 如何博好音乐 它是说 可能一抽是博三转 这个插这个 接着这个 再插那个 我觉得是非常麻烦 所以对可能初学来说 其中一个门蓝 就是我要了解 这一套已经觉得好法 特别是对技术 硬件技术 又不太熟悉 看完之后 尤其是我们很多美女 KOL 真的不懂 最好是自拍 看完之后 不知道在说什么 想怎样 因为真的 很多朋友 他们内容 做得很好 主持的能力 很好 但我们不是电视台 我们没有一个记者 没有一个摄影师 跟着 我们都是自己拍 而这个的确是 我们很想去分享到的资讯 还有大部分 可能YouTuber 都是玩自拍多 其实不是太多做访问 我认真说 如果你买了两支 这些 其实都是说两支 近乎多少钱 一千多元 如果你一千多元 你那一支 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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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支 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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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我这里说了一件事 之前我都 因为我认识一下 史莱姆 很搞笑 我看过一集 他说 用Canon的A-50之类 接着加一个 激透麦 再移动 我有傻傻地 试一下 跟他 其实不是不行 但去到户外 有些很吵的环境 其实那些 我们叫 雪巾 就是 有达一阵 都是会关上一些雜声 所以如果你问我 无线麦 是那一支声 更清爽 更清爽 我觉得 很多东西可以分享 搭着收 有雪巾 然后无线麦 还无线麦 一起收 这是很进阶 你又有选择 是的 是的 我希望 期待 可以和Paul 和大家见面 好 地点 时间 我们再定 好 有兴趣记得 面包上来 好 下次见 拜拜 Hello 再一次多谢大家收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 想法 或者甚至是问题的话 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和按接收通知 我是Tiger 期待我们可以下次再见 拜拜